然后今天我来呢我也没有特别的准备就是想跟大家分析一下我的经验 然后给大家一个启发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那么我是东南哥大学Rockman商学院 学金融的specialist是金融 金融和经济 然后我是18年毕业 毕业之后呢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找到了工作 然后就拿到了offer 然后这段时间我当时也是一个比较巧的机会 知道了维多利亚 然后我特别幸运一点就是来维多利亚的时间特别早 我从大二开始就跟着刘洁老师在学习这个Excel VBA这一块 然后后来呢是毕业之后就找到了工作 但是工作以后我又继续跟刘洁老师去学了这个一对一 然后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 像作为我这个专业背景呢 可能大家觉得我看上去好像教育背景也不错 然后各个经验之前也有 但是实话是对于我来说我这个经验背景的人其实非常不容易找工作 因为我毕竟不是学习成绩非常好的那种 而且如果说金融专业的最顶尖的工作是投行那样的我也不适合 所以当时刘洁老师的课相当于是我的一个敲门砖 然后当时学了之后呢 就找到这份工作 找到这份工作就觉得有一些不足 特别是在上课的时候跟实际工作起来 特别是在做一些项目 就自己有一些欠缺 有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后来是找到刘洁老师 然后就上了这个一对一的课 那么现在今年的话是我们公司 然后准备变动 这个部门有一些变动 所以就是明年的课会更加的技术 目前是用一些Excel VBA这些 然后做一些reporting 但是明年的话公司我们的这个部门 准备建立它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我之前也是比较犹豫 因为我觉得数据这一行就是挑战比较大 但是后来觉得毕竟这个数据这个是一个趋势 特别是从像我一开始做了Excel VBA 然后公司如果有这个机会 那么更上一步 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我准备就是明年继续在这一行做下去 而且现在疫情期间 这一行是特别特别的稳定 然后公司如果说是做前端销售这些 或者说是跟任何这个customer打交道的呢 公司会裁一些裁员 但是做后台的相当稳定 而且时间现在特别的灵活 所以这一行之后如果需要的话 还会继续跟刘洁老师去学习 谢谢我们艾米给大家特实在的分享了一下 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正好人家今天人家住当趟课员 但是还是专程过来 表示一下感谢 看看有没有问题 然后有大家说是不是随促小就好找工作 不是的 这个没有拿同学 当然不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样子的 下面我觉得这个回答还是比较中肯的 另外一个学员 就是说岁数小呢 就是说你基本上我们都会 岁数小不是叫岁数小 就是说你如果是零费紧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您呢 就是做DA 就是juniorDA 那我们呢 juniorDA呢也是 这个是就五万多的 就这种五万五啊 五万的等等啊 然后如果是年纪大一点 像这个就是像 Lilya不是年纪大啊 就是移民了已经 那这个呢 基本上就是senior方面 我们就会建议您 比如说可以往DE走啊 BI走啊等等啊 这个对 其实啊 问一下面试的问题 然后先前面那个 Fayonna的那个问题就是 岁数小 其实我因为三个月 基本上其实是两个月吧 就毕业之后拿到offer 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我从DA 开始真的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准备 刘杰老师的课 当时是可以循环的课嘛 而且我是没有念上的课 比较早 当时维多利亚还没有这种就业保证班 其实说我必须非常的自觉 去学 所以当时第一轮课 有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因为当时也是暑假的时候 后来第二轮课 我又重新听了一遍 当时住在Downtown 但是每周还是坐地铁过来 当时 然后帮助我很大找到工作呢 是刘杰老师的这一些课上的一些课程上做过的东西 写在简历上 作为一个项目 写在简历上 就会让自己的简历跟同龄人毕业的不一样 特别是有了一些关键词之后 这些关键词如果不来上留学老师的课 我永远都没有 有的只有一个教育背景 但是上了留学老师的课 就出现一些很多专业性的东西 所以其实找到工作特别快 也是第一是我一直有在找 大概还是整整两年时间 也有在考牌考证 像CFA什么的也有都在考 就是真的做了很多的准备 然后 详细介绍一下面试 然后当时这个工作是 我是通过猎头找的 是我自己通过猎头找的 当时也是非常巧的一个机会 因为我在LinkedIn上面 我个人的一些背景 当时就是一下子就被一个猎头看中了 当时写的那些大概关键词 也是那些考的牌 刘洁老师上课 那些技术性的一些关键词 然后后来那个猎头是就跟我联系 正好有这么一个 机缘很巧的工作 正好是一个金融机构 在市中心 不管是工作内容 还是工作地点 都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个工作 然后当时面试的话是 就是基本的跟猎头 那种先是跟猎头先筛选一遍嘛 然后过了之后后来又去公司面试 面试过程中肯定会聊到一些 关于技术类的东西 在聊到技术类的东西的时候是 之前做过的这个项目就非常关键 就是大家上了课之后 可能说课程不一定跟工作内容是百分之百相符 但是如果你把课程做的一些project 一些项目 讲得非常有血有肉 你让那个公司的这个面试官听着 就是你非常懂 哪怕你不是百分之百的懂 但是你讲的你像是很懂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你很适合这个工作 然后重点是被先被录用嘛 录用之后就是像我一样 录用之后有不足的 再跟刘洁老师后来又做一对一的课 再去学 大家刚才还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我们那个艾米讲的多好 是这样子先进去 然后后来她真的是做一对一 特别有诚恳的 很诚心的 但是刘洁老师特别忙 后来我就走个后门吧 给这孩子做做一对一吧 我说这个 然后后来就每次都从当场过来 然后这个来见刘洁老师 对 他说还在上刘洁老师的课 还没有来得及做刘老师的那个实习项目 这种情况适合报就业保证班吗 这可能要院长来回答 刘洁院长 这是咱的学员 这个事一会儿我会讲的 一会儿讲嘛 对 大家看看那个什么 那个 问我们艾米人家这个小美女专程在这 这个过来这个问一下 刚毕业的小姐 艾米我记得去年我们在那个 Finch地铁站还见过面对吧 对 然后去找我去了 对当时有个问题 那个工作上有个问题 拿VB拿电脑 午饭先跑去找我 对因为当时 对这个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那次的经验 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跟着刘洁老师这么有这么几十年的这种经验 这个专业方面经验的老师来学呢 就是在工作上特别是一些技术问题 其实我也可以教大家 但是非常的 就是有些东西如果我去研究一个问题 可能我要用一周的时间去查到处查 但是刘洁老师的话就是他通过几十年的经验 然后直接就把这个问题点到 所以当时也是我坐着地铁去 正好老师是在launch break当时 然后我就拿着电脑去解决 去找刘洁老师去辅导这个事情 然后刘洁老师是二十分钟 基本上讲问题就用了十五分钟就讲完了 但是如果让我自己做 可能我要查一周的资料才能做完 所以对跟对的老师很关键 对跟对老师很关键 对那个院长啊 现在那个艾米他们这个公司被那个什么 银行收购了 他们现在强迫变成银行的人了 讲述银行的问题在于 对那原来刚经历的时候 这个是这个不是银行 但是在里边就是现在做了一段时间嘛 现在这个变成银行 你看 然后主要用的什么工具 工作中用什么工具 工具对然后工具的话 首先是Excel Excel的话这个就不用说了 就是一些最基本的这种 因为做任何报表什么的都需要Excel 再其次就是VBA VBA很关键 因为公司现在是为了节省效率 所以大部分的活都要自动化 然后自动化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主要是VBA 然后明年的话 公司说是因为要建立数据库 然后会给我们一些Power BI 或者Tabular一些培训 然后之前我本来也是很犹豫 说要不要在这个公司继续待 但是后来这个毕竟数据这方面是一个趋势嘛 所以准备这个继续把数据这方面继续学一下 明年你们会用到Power BI 对真的是这个趋势 所以同学们我们是VBA合作伙伴了 我们的学员Power BI证书 Power BI这钱有优势的院长知道 十天二和那次 我们每个经纪都有好消息 对 然后还有那个 有一个朋友的问题是 VBA到底怎么用才算熟练才算qualify 在工作中 对 首先是一开始我工作的时候 最基本最简单的 那就是公司它有已经建立好的 这个写好的coding 这个VBA的coding 然后那个是需要upgrade 因为公司任何一个报表 或者说任何一个流程 总是需要不停的去维护 那维护的时候 不需要你从头开始做 那个已经有了 那前提是最基本的是 你要先能看懂 因为写的话不是你自己写的 不知道是谁写的 因为公司这个一个一个version下来 他们会写一些notes在旁边 最基本的是你要先能看懂 这个因为每个人写法也不一样 然后一开始是做了一些 就是修改 然后还有upgrade的一些 这些工作 但是后面大部分的工作 都是刚才也说到要求自动化 那么就需要你这个 能够重头写一个空白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你要重头能开始写 怎么写 怎么去抓哪个文件 每一个file的pass怎么弄 而且这些写完了之后 你能让它怎么能run起来 不能有bug 然后反正这些是基本上 这些要做的 但是我给大家建议是 一开始 你可以先把工作先做起来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不停的再继续学 实在有问题 院长给大家保驾护航 像我们艾米大师 对这个 对然后有任何的问题 我觉得刘杰老师是一个 非常好的对我们来说 一个support 真的是很多问题 如果是我们的话 需要去做非常非常多的调查 但是刘杰老师是 五分钟他就能找到 这个问题的症结 所以就是 画用点睛的这个作用 对 那个 那个大家说啊 这个后浪很厉害 小姐的口袋很棒 对 这个大伙 如果有什么适临男青年 可以找校长联系啊 这个这个 我们艾米现在 这个有工作 然后数据分析师 有房有车啥都有了 就差一个男朋友了 好吧 这个 男孩子们瞪七眼来啊 找校长 对 没办法给大家这个 这个chat和bong 这个 但是校长可以当红娘 好吧 这也是我朋友小孩 所以 以前Peter同学的孩子 所以我也特别高兴 一条龙服务 好吧 大家看看 人家小姐姐还在这儿 然后就是 大家这个 我觉得现在 美多利亚 有这个 找工作的一条龙服务 不是其他一条龙服务 因为当时 2016年的时候 我2016年就在这儿 是没有这个 就业保证办 没有 当时是 是纯技术 然后就是 因为当时我是 不管找工作 还是面试 还是修外简历 当时很多工作 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那么现在 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而且又有 又有刘杰老师 就是背景 这个专业背景 这么强的一个老师 在辅导大家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 大家要抓住这个机会 然后你们 跟我相比的话 也会少做很多弯路 少做很多这种工作 因为 美多利亚这边 都给帮大家 安排好了嘛 所以 对 希望大家 只要自己努力 肯定能找到工作 好啊 大家开始说 这个校长 可以考虑开婚戒 好 没问题 这个是 校长这个 给大伙都送出去 找到工作以后 校长就开始 开婚戒了 我们已经持了好几顿 是吧 院长 单班里边 大家赌篇了 赌篇了 下一代送过来 对 还有什么问题 快问问我们小美女 这个问问我们 你现在挺好的 人家这个什么 这个结婚保证班 好 那那个就业保证班 现在她每天 那个院长 还是用Excel和VBA 用的最多的 但是Power BI 明年会用 对 对 还是最好 所以待会可以看出来 院长讲的材 都是最近 当今最活的 对 我们在那个 有一次大咖谈 是RBC的director 然后他从我们这儿 一年招两到三个学生 是年薪85% 加20%的bonus 那些学生去了以后 干嘛的 他本人会来 到我们这儿来讲 就是大咖谈 是应该是 11月7号那个周六 他就用Excel 就是每天 他自个 包括他招进去 那班学生 就用Excel 院长 打开Excel 关门Excel 突然Excel 对 对 基本上你 你每天daily job 每天也差不多 就是daily job 就是Excel 对 然后用一点VBA 取决于工作需要 但是这位 就是最多的 对 而且VBA有个好处 就是你自己 如果掌握了之后 工作效率会节省非常多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 自动化的一个工具 一开始可能 没有自动化 你在手 manually做的一些工作 然后如果VBA厉害的人 就会把这个工作时间 大大的缩短 所以其实就是 这是一个 一旦入行了 就后面会越走越顺的一个过程 包括像我明年公司 如果建立数据库来做这些 运用其他软件 更深入的这些软件 我觉得一旦是入行了 数据这一行 肯定是没错的 这个这条路会走下去 会很顺的 我需要VBA的主要是在银行 银行是 我当时是找银行 当时猎头有给我推荐 很多制造业的公司也有 在Markham Richmond Hill这种都有 但是因为我的背景 我在市中心上的学 当时 然后我的背景就是finance 就是金融 所以我当时的目的 目标 主要目标就是去一个金融公司 做数据类 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这个 但是VBA不是只在银行和金融公司 其他的行业的话也有 考了CFBA其他的 对 那个证书的话 如果讲证书的话 又可以讲出来一大堆 那个最开始是 哦对 在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还帮我找过一个实习 当时是part time在BEMO的实习 然后当时 我忘了 当时你在那个大师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 大三的时候 对 大三的时候那个 对 他是我们那个 银行就是那个 在BEMO BEMO银行当时 那个面试班给送进去的 忘记了 然后当时是 那段时间是考了CSC 是叫 CNC courses 然后那个证书 是银行的前段 银行的有点偏销售 前段需要那个证书 但是那个证书 就当时 有点像半斤油 包括像入门的一个 窍门砖一样的证书 当时我就考了 考了之后 那个很顺利的 就帮我拿到了 BEMO的那个工作 当时因为还在上学 所以就没法做 Full Time 没法做Full Time 然后就 后来是大四的时候 考了CFA的一级 然后CFA如果后面有时间 还会继续考 二级三级这个样子 我们公司的话书记量没有那么大 所以AXS没有用AXS 他过去了 我把那个Mute 你看是哪一位 Hannah Hannah 我把你Mute 我还不会Mute 你过来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大家 大家说怎么拼写的是这样 CSC啊 CSC是那个 这个又是总片了 这个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是CSI协会指定的考点和培训中心 我们跟那个五大银行是长年合作 合作做了一个 是银行零售业的就业保证班 但那个是零售业 那个就是做那个Teller啊等等 这个和这个院长 这个是数据分析师的就业保证班 好吧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这个是一小时15块钱 它是好像一小时15是吧 对 Teller嘛 因为本身就还在上学 所以就 是这样啊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那个 一定要有一个找工作的决心 像艾米就特别有决心 当时我们那个 B萌银行招聘会 人家在大三的时候就过来参加 然后就成了就送进去 对 然后大家这个问题是 CFA对数据这个工作加分吗 包括后面还有一个朋友问 这个是这些证书呢 肯定是加分的 因为大部分人的简历上 现在都有这些 基本上都会有一两个这种证书 然后人家有 你没有 那肯定 你就不加分 人家就加分 所以其实现在的多大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 多大的学生 基本上是大三大四 就开始考虑这个 CFA的一级 至少是有一个一级 不管说 去哪工作 都是先拿一个这个证书 CSC的话也是 就是写在简历上吧 肯定是 肯定是加分的 那个 校长 做一秒钟广告啊 要考CFA的这位同学 明天下午两点半 CFA一级保过班 899加税 全都能做到最低 考CSC的同学 明天下午 CSC开课两点 599加税 这都是保过班 然后CFA没有 CFA的话是 你可以什么时候考下去都行 当时是这个样子 就是你一级考过了之后 想考二级的时候 就可以继续考 想考三级的时候 就可以继续考 这个是不会过期的 然后对 然后我现在证书的话 我现在因为公司 有很多的项目类的 就是在项目类的这种 这种运行的方式 所以今年年底之前 我会考一个叫PMP 是Project Management方面 所以对这个证书 我给大家的建议也是 像类似于CFA啦 CSC啦这种 像万经游一样的 这种证书 可以有个一两个 然后但是大家 不要过于的 去花时间和金钱 考证书 因为你工作之后 可能用不到 像我这个PMP 就是工作之后 用得到的 我再去考 但是这个 对 但是简历上最好是 一开始会有 那么一两个这样的证书 太好 来跟着这个老师 来学PMP课吧 你们也有课 我们一起在开 CMP证书 CMP证书 他没有提到 FM证书 FM证书 学校都是开了 小二十年的证书课 这个不是婚介一条龙 而是考证就业一条龙 好的 那接下来小伙伴们 下面那个什么 这个院长 啊 你 你